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参与这场禁局 在甲乙秉三方博弈中 乙的攻击目标为甲是正选 所以赤笔之战虽然结束了 孙权还是不能闲着 他乘胜继续进攻曹操从合肥往上打 曹操也顾不得刘备了 因为甲的攻击目标为乙是正选 曹操如果先打刘备 孙权就从合肥打过去 曹操的亏损反而会更多 孙权也不能打刘备 否则曹操所受愚人之力 其实他们都是想打刘备的 只是在权衡了利弊得失 缓急轻重之后 就不得不把最弱的刘备放在最后一个消灭 而刘备此时的正选是站在孙权的立场上 伺机而动 见利而图 当孙权处于劣势时 他就会蒙有有难 拔刀相助 你不请他就会来的 当孙权处于优势时 他就会站在一边观看 跑层实力 当孙权的优势很大时 他或许还会搞一些小动作做梗 一直要等到双方都耗个差不多了 才是他出手的真正机会 后来关羽一个人都可以单独向曹操发起进攻 为什么他们当时都不趁势出兵呢 就是这个原因 他们当时的优选策略是等待两边都消耗了再出手 合肥之战 孙权问曹操 丞相坐镇中原 富贵已急 怎么贪心不足 侵犯我江南 曹回答 辱不尊王室 无奉皇帝圣旨 特来讨辱 孙权笑约 我也正打算讨贼 以政国家 双方交手 势均力敌 护不能胜 形成抗衡之态 曹操想退 又怕孙权追击 进退两难 孙权写信给曹操 叫他先退兵 信后附加两句 足下不死 孤不得安 曹操看霸大笑 退了兵 曹操不仅看到了孙权的豪气 也看到豪气背后的引译 即孙权其实也撑不住了 别想退 也不好意思先退 后来双方又多次交手 反复抗衡 孙权年轻时颇有胸腹疑风 老是喜欢亲自上阵操盘 曹操见孙权队列整齐军容威夷 不禁感慨 生儿子就要生孙权这样的儿子 刘表的儿子像猪狗一般 双方交战的时候 刘备正好抽身到西南一州 抢刘张的地盘 当刘备得了西川之后 跨有两个州 上升为乙 孙权则为禀了 曹操的正选是打乙 便来抢西川的门户东川 准备进攻刘备 东川的张鲁投降了曹操 刘备上升为乙方后的 优选策略即为 积极担任公甲的主力军 并且积极拉拢 丙方孙权共同抗价 这是必须的 刘备组织人马进攻曹操的时候 孙辈就要刘备还荆州 刘备为了稳住他就说 我还要到西北去抢梁州 当我得了梁州 荆州全部给你 孙权大怒 因为他是丙方 丙方有条件勒索乙方 你不干就拉倒 鲁肃亲自过江找官与要地 鲁肃说 你们当时才几个人啊 既无寸土又无寸宫 见你们没有立足之地 才把荆州借给你们 既已得了立州 却无奉还之意 只要三军 你都不给 鲁肃从联盟的大局出发 讲明了双方的利害关系 说得关于哑口无言 关于手下一人道 哪是你的 夫土地者 唯有得者所在而 关于操刀而起 国家大事 你知道什么 事已那人离去 担刀会 无结果 曹操进攻汗中 刘备害怕失去一州 就主动派人跟孙权讲和 双方一定以香水为戒 平分了荆州 孙权才暂时罢休 刘备打跑了曹操 得到了东川 刘备作为乙方 为了大局 不得不先做出些让步 行事所迫 没有办法的事 有朋友问 孙权比刘备强 怎么后来下降 沦为禀方了 其实这个很好解释 因为刘备是从援局之外 获得的利益 并不是侵占的孙权的利益 孙权占东南 刘备占西南 中间的荆州一平分 双方大体军事 就很难说谁是乙方禀方了 如此曹操 刘备 孙权 三足鼎立之势 行成 在这个大型的三方博弈中 曹操占大优 刘备孙权两家只有联合起来 才可以与曹操形成南北朝对弈的局面 而成军事 曹操如果打刘备 则孙权从东南袭击曹操 曹操如果打孙权 则刘备从西南袭击曹操 还是军事 注意 这个军事是指南北对峙局面的军事 他有两个前提 一 北方的曹操内部不发生分裂 也不产生巨大消耗 二 南方的刘备孙权必须始终保持紧密联合 形成一个完整的南方 也不能产生巨大消耗 因此曹操无论打谁 都不占便宜 在军事状态下 曹操的战略是 保护或修复自己的错漏 等待或寻找对方的错漏 找到了对手的错漏 就有了圣机 有圣机就有可能 无圣机就绝不可能胜 合局 所以曹操就不敢轻动 而刘备孙权的战略就比较复杂些 在绝对合作的情况下 这战略和曹操还是相同的 但是假如联合进攻 当利润出现的时候 那问题就大了 搞不好又要分赃不均 刀兵相向 反受其害 所以刘备孙权 也都不敢轻动 三分天下 顶足而居 皆是莫敢先动 在没有圣机的情况下 先动者 先倒霉 来点赞 吃饭 吃饭